女儿前一秒刚藏进蛋糕里 下一秒老母亲举起40米长的大刀 毫不犹豫吃了下去 安吉拉 一去跑过去阻止却也来不及 眼睁睁看着老太太手起刀落 谁想这时候女儿却在身后说话 原来她提前出去了 谢天谢地 好端端的生日差点成了凶案现场 今天是母亲79岁的生日派对 妹妹和妹夫都要来家里一起庆祝 女主人安吉拉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风风火火搞大扫除 女儿凯蒂在沙发上写个作业 都要招她嫌弃 说着她弯下腰 把地毯的毛边都履直了 杰皮家强迫正双重棒 这多少得是个满级处女座 这边刚把女儿赶上楼 安吉拉又看着桌子上的生日蛋糕不顺眼 好像位置不太正 她一把抬开蛋糕 原来是丈夫吉姆 她把桌子弄了个洞 还把蛋糕底下掏空 这么大费周章 就是为了整骨带回来参加派对的妹夫 吉姆振振有词 她说 妹夫每次来都要占便宜还恶作剧 夫妻俩都被她捉弄了好几次 这次高低得给这个讨厌鬼一个教训 安吉拉拗不过吉姆 只好同意了 这石门铃响了 吉姆赶紧藏进蛋糕里 安吉拉打开门 叫母亲和妹妹迎进来 至于妹夫 她带了个滑稽的榔头套 一进门就趁着安吉拉不注意 往冰块里加料 还偷换了卫生间的香皂 果真如吉姆所说 无时无刻不再给人挖坑 安吉拉想着丈夫的恶作剧 于是跟妹夫提议 一起挪开蛋糕腾点空间 这时母亲却说想给蛋糕拍张照 妹夫立刻跑开去拿相机 妹妹则趁机点燃蛋糕上的蜡热 安吉拉看着燃烧的蜡烛有些紫荣 蛋糕只是个道具 要是蜡烛烧到底 把丈夫的头点着了怎么办 于是她催促大家赶紧拍照 好不容易人到齐了 母亲却突然掏出客卡 要给外孙女朗读 眼看着蜡烛越烧越短 却要燃高 所有人都看待了 大家不太愉快地散了场 安吉拉挪开蛋糕 吉姆正气呼呼地看着她 很不满意她的表现 安吉拉无奈叹了口气 吉姆还不死心 提议让安吉躲在蛋糕下 她负责引导妹夫过来 这个女人来到卫生间 拿出包里的防晒油 掀开瓶盖 二话不说就干了一口 砸吧砸吧嘴 可能觉得没尝到我 直接张开嘴就往里道 结果一点事都没有 还抱怨自己是不是买着假酒 原来里面装的是酒 怪不得这么生亡 今天是老母亲的生日派对 喝上头的妹妹可不管这些 只见她晃晃悠悠来到凯蒂的房间 拉着外甥女开始胡言乱语 说什么外面还有大好的事件 凯蒂不应只顾着写作业 还说自己的一切被别人夺走了 问凯蒂自己能不能当一个好母亲 凯蒂一脸猛 无奈只好点点头敷衍 另一边 安吉拉刚躲进蛋糕底下 妹夫就进来了 吉姆和她寒暄完 就迫不及待地提议一起把蛋糕挪走 妹夫却提起吉姆借她的小电影录像带 非要现在去拿过来 接着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起电影情节 吉姆无比尴尬 她可不想让老婆听到这些 她连忙转移话题 谁知道妹夫越说越兴奋 大摇大摆地坐下来 大谈特谈两人一起品鉴过的小电影 吉姆头都快炸了 幸好这十下楼的妹妹 打断了这尴尬的话题 舌头舔着饼干棒上的奶油 一边越挨越近挑逗吉姆 妹夫人都走过来了她也不管 言语越来越露骨 原来吉姆和这个小姨子游人 至今还在藕断撕裂 妹妹早就无比厌烦那个不着调的丈夫 为此还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看见姐姐幸福的婚姻生活 妹妹心生极度 觉得眼前的完美生活本应是自己的 她越想越觉得不公平 转身冲着楼上的凯蒂大声嚷嚷 吉姆快裂开了 蛋糕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安吉拉听到了没 又会作何反应 接下来的妹妹醉得更厉害了 非要拉着下楼的凯蒂一起跳舞 跳完又赖在凯蒂身上声称培养感情 还说自己会成为她的继母 吉姆气急败坏 大吼着让她闭嘴 这时妹夫过来了 妹妹哭着跑去了卫生间 吉姆试着为自己变摆 原来妹夫知道两人的奸情 还选择隐瞒了下来 女儿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 站起身质问父亲 还问妈妈在哪 吉姆无言以对 而这时 另一边的母亲 正手握长刀往蛋糕上插了下去 想到安吉拉还藏在蛋糕下 吉姆吓得魂都快飞了 这个帅哥一进门 二话不说一把脱下衣服 冲着眼前的老太太就跳起了厌恶 扭腰摆臀 表情还极尽诱惑 把老太太看得一愣一愣的 本来还爷的不行 这下奇迹般的好 这是老太太的生日派对 而眼前这个鸡肉男 竟然是女婿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说起这个生日派对 那可实在是太精彩了 前一秒女儿刚藏进蛋糕里 下一刻母亲直接拿着大刀捅了下去 女婿下疯了 本以为蛋糕下的老婆会血剑当场 身后却传来她的声音 原来安吉拉早就出去了 这也意味着 刚才丈夫小姨子出轨的修罗场 安吉拉一点没拼着 吉姆松了口气 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 这时女儿凯蒂走过来 表示想跟妈妈谈谈 吉姆的心又提了起来 突然客厅沙发上的母亲 开始猛烈咳嗽 原来妹夫来的时候 往冰桶里倒了冻着蜘蛛的冰块 本来是想恶搞夫妻俩 没想到老太太老眼昏花没看清 喝了一口 立刻被噎住了 安吉拉立刻给母亲急救 这样紧急的情况下 一旁的吉姆还在跟女儿解释出轨的事 希望女儿不要告诉妻子真相 凯蒂气得直接把蛋糕护她脸上 混乱中妹妹从卫生间冲出来 成了的大花脸 原来是妹夫换的香皂 妹妹中招了 妹夫想去拔充电的手机报警 没人报警 只见救护人员走到老太太面前 一把脱掉制服 紧接着跳起了性感厌恶 原来这是妹夫给老太太准备的生日惊喜 老太太看的眼睛都直了 连自己被噎住这件事都给忘了 这场狗血刺激的生日闹剧终于收了场 故事最后 吉姆在客厅收拾东西 母亲坐在沙发上 突然想起来 自己还没有给吉姆分享过自己的贺卡 于是她拿出贺卡念了起来 而在母亲身后 安吉拉收拾好行李 和凯蒂站在门口看着吉姆 她已经得知了丈夫出轨的真相 现在他们决定要离开这个渣男 她没有像妹夫一样选择原谅 强迫症满及的她 怎么会忍受一个违反规则的整边人呢 吉姆不舍地看着离开的吉姆 而老太太还在读着贺卡 老太太的眼神意味深长 她才是那个看破不说破的人 吉姆表情复杂 此刻的她才听懂了这句话 不念过去 不为将来 着眼当下 活在当下 珍惜眼前的幸福 才能过好这一生 只可惜吉姆明白的太晚了 她拖泥带水的婚外情 和欲盖迷章的谎言 最终毁了她的家庭 恶作剧到最后乐极生悲